作為你自己的文化、本體 但是這個文化的本體 再進一步提升 你有信仰 人是一些有信仰的人 人是必然有信仰的 不過你可能有信仰 你找東西代替了 儒家是一個可以沒有信仰的文化 現在有儒教、統教 其實儒家可以獨立 中國人的文化是天人合一 儒家為何可以不使宗教 因為它已經天人合一 其實它內在的本質 就已經有一種終極的超越性 所以就代替了它的信仰 如果你不是用這個 學問人不是那麼高 你不是好像論語裡的孔子 哇 哇 百物申言 四時行言 百物申言 天何言哉 很歌頌 這個天地的偉大 四時 所有萬事萬物在變化 哇 這個天多偉大 它已經有一個宗教的情操 但是儒家它不會變成一個宗教 因為它就有這個情操 有一個天人合一的情操 代替了 好了 你又不是好像孔子那麼厲害 就是你的文化水平 你沒有這個天人合一的水平 你是一個普通人 又不是讀得很多書 或者讀得很多書都好 你都沒有未曾接觸過 這些所謂天和人的關係 科學家那些可能未必 很多專業都未必有這些 這樣的touching 所以呢 那你一定要有個信仰 你追尋你自己的安身立命 那個關懷 死了 我從哪裡來的 我死到哪裡 那些問題是湧現的 你車三里 你這個專家這樣 跟裁縫師一樣 你做不到這件事 你跳不到這個超越 去不到 這個裁縫師就自然去找一個信仰 這個信仰 就找什麼宗教 什麼什麼宗教 所以道教是一個宗教來的 它有一個終極的關係 講到給你聽 不過呢 就將 將這個學說 即是說老子莊子這些東西 將它提升一點點 因為道教 道家 老子講的 講天 講人 天 天是不講話的 道可道非常道的 不講話 不講話 那些神秘的東西 那個圓 那些東西 你一想到那個圓 圓那樣東西 你可能會touch到一些叫無的東西 後面又有無的東西 那好了 原來我的生命的來源 或者你和我的生命的來源 就是那裡無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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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無那時有一個力量出現 好了 這個就是道教的初現 不過有個人 講給你聽 他叫三清神 三清神 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是一種宇宙的力量 最初的 他說是最初的 無無無無無 之前那個 不可以講那個 他就講給你聽 叫做三清 他就出現了一個宗教的系統 這個宗教系統 變成道教 那如果調轉來說 那術宗是屬於道教 還是屬於道家 道教未出現之前 道家 就是統陰陽五行 那樣 生黑的那些東西 道教很辭出 道教是東漢的市場 那些這樣的本 西漢又出現了 就是道教未出現 他都出現了 他就拿著本來講話 所以道教的人 會懂得術數嗎 道教不一定懂術數 但是多數都會有些少術數 因為道教的科兒裏 含有很強的術數範圍 就是扶錄 奏 曝光達斗 全部都是這些 那道我想問道 有沒有提及後天八卦之前的東西 他還是沒有提及 還是沒有理會 就是這個 就是文王八卦之前的東西 他沒有提及到 就是有了那個 宇宙漫物 才提及到那個 八卦方位那些 就是之前的東西 他沒有提及到 不明白 就是沒有文王八卦之前的東西 有沒有提及到的 就是還沒有成這個八卦之前 就是沒有這個編排 時沒有這個數 編排之前的東西 就是在荷圖諾書之前的東西 有沒有提及到的 就是一百塊就實 workplace 就是他意思是 在荷圖諾書之前 其實有沒有另外一堆東西 有沒有另外一些 還有還有另外一些 還有Não等 有沒有另外一些 有沒有一些倫理 或者一些理論 那樣的 就是V靈銀 那些如何 還沒有另外一堆東西 當然有 這時候 天干地止很多東西得出現了 現在沒有講這個地球 這更簡單 換句話說 如果好像天文和地球 未成地球之前 譬如一團氣之類 由聲聞 由一堆塵 變成地球 沒有提及的 有 太常老軍開燕京 一掀開雲級七千 不知道第幾段 就已經有這個 太常老軍開燕京 他說這個宇宙初開 不過他有代號 這個代號就找了太常老軍來頂上去 太常老軍這樣 搭一搭一搭氣 然後又 有一個劫 一個劫是49億萬年 諸如此類 然後又有一劫 叫做運圓 下一個劫 叫做洞圓 諸如此類 分成一層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一層 去到現在 就不知多少層了 這個是 《雲級七千》裡面 《開天經》講的一個方式 漢朝有很多 譬如《易潛作道》又講 《易潛作道》不算是叫做什麼 道教的東西 是一種學問 他又講 太初太似太掃 有很多個不同的層次 有四個層次 《零保不法》又講六個層次 都是講由一些毛 不同種類的毛 不同層次的毛 有些毛是 什麼都沒有的 一些毛 有些毛 是好像形的開始 一些毛 又不知道什麼 有些好似質的開始 才開始到有形 接著才開始到質 所以太似太初 太素 它不同的界別 來到這個有型有質 那便來到這裡 填在這裏 均在這裏 都未動過 都未有東西 都是無的一種來的 你一有 就已經是這一堆東西了 已經認識世界了 有氣液開始運行 這樣叫做兩義的了 即不是太極了 有文憑 那種論據和那種 他講的那種記載 如果以現今科學的角度看 有沒有科學的數據支持 他之前講的幾層幾層的東西 沒有數據的了 沒有科學的數據支持 沒有的 我想請問Hotolox 是屬於雲天的產物 還是蓋天的產物 我真的不知道蓋天和雲天有什麼分別 你解釋一下雲天和蓋天的產物 蓋天據我聽的話 我聽的話 蓋天就是一個人 就是等於一個月經那樣暗暗 他只不過說 他在地上看天上的星宿 看半個 一個蓋天 到晚上他看不到的 因為一個地球 他已經知道地球是誰 地平那裏只不過看天 看不到地下 他就把天那裏是這樣的 然後轉回到地下 地下就轉回到上去 這個是蓋天 雲天的話 已經是知道地球是圓的 上下東南西南 它已經是自圓的 所以我現在就想問一下 最早有蓋天 中國最早是蓋天 蓋天說 以後才到雲天 那這個何圖駱書 是蓋天那時的產物 就是雲天的產物 我剛才大祖已經說 我沒有去考慮他 他什麼時候開始 以及怎樣開始 因為我的重點 就是看他這個 怎樣去應用 在內丹 我估計 你這個說法都不是最早的 最早是天原地方的觀念 天原地方的觀念 即是 他的運天是圓的 他的地下 蓋天 蓋天 基本就是方的 他明知不是方 他都說是方的 天原地方 這個是象 即是人源頭的方 竹板 這個是象 因此而出現了很多天原地方的通勢 即是 最初 地地是比天 如果天地再分 地比天更加厚 一厚了之後 那些東西就平面 即是好像這個先天和後天的關係 平面化去讀的時候 你用方來讀 圓是混沌的來講 即是有種先天的感覺 最早就是天原地方 就不 我猜不是你那個 最早的 因為有一個觀念的問題 這個觀念可能是 為甚麼是藍的 為甚麼是在上面 跟指南針那樣不同 出了這個學問 這個基數 你全部都是在這裡形成的 基數就是天原地方 因為你只有 後面那個現象界 你只有用方來解釋 就用圓是解釋不到的 圓是未曾 甚麼都沒有 即是那個概念問題 你說以科學來說 不是的 圓都是對的 所有星際都是圓的 地球是圓的 在物質上去理解 圓才是對的 方是不對的 但是在物質上去理解 形質世界 中國人用方來理解 就不用圓的 有規有矩 規矩準成 從來都是用方 就不用圓的 因為有數出來之後 就全部都是數 那個架構是方的架構 那個宇宙初開的問題 如果你現在在宇宙大爆炸 那個理論 現在可以計到 因為你那些宗旨 或者是真空能等等 又是看超新星有多少 然後又可以計算到 大概這個地球有多少光年的生命 這個是有數據 但是如果我們在道教 那時候 雖然那個運天儀 或者是那些很螢學 那個漢朝的術數 那麼強 那麼厲害 都不是 都不是一種實在的data 是一種類推的 由一個基數來開始類推 比如那些天干地支 陰陽五行 河圖樂書 這些基數去推出來 加上二十八獸 又看天 北斗七星 那個斗餅向東 就是春天 斗餅向南 就是夏天 這樣觀察 根據它的基數 那二十八獸 東有四七粒 日南有七粒 西有七粒 諸如此類的 加上 就出了一堆 叫做術數 這樣出現 你問它幾多年 是不是真的 我想是不是真的 等於八萬四千里 上次 為甚麼叫八萬四千里 真的不是八萬四千里 不過是一個數字代號 那麽 那麽 跟著說 人裏面就是 天地 就是 以心為天 以神為地 氣液的變化 就是這個區間裏面的氣液變化 這樣去理解這個赤寸 就是八寸四分 死了沒有 八寸四分 就相對於這個大宇宙 叫八萬四千里 這裏是八寸四分 中國尺寸是八寸四分 那麽或者真是八寸四分 因為大小宇宙是同樣一件事 天人相認 人是認天 天圓地方 天圓地方 天圓 頭是圓的 你有沒有弄個幫頭出來 怪物 地下就是平面的 這樣插進去 那麽就是幫 這樣 這樣 那麽就認了天 然後出現了人 那麽天圓如果是八萬四千里 那麽人當然是八寸四分 那麽人當然是八寸四分 那麽不用考據 那麽一讀 一讀就讀八寸四分 那麽深圳之間八寸四分 明天又會講八寸四分 那麽圖很多錯 不要以為它是高人性畫出來 很多錯 明天和它慢慢修改 這個就是基數來的 八寸四分 那麽神氣一直這樣推上去 推上去 推到去 最盡 就有心液 心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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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陽氣開始 從陽氣開始 指示開始 打坐 如果它真的出 出的話 那上去上面 它走的路 就八寸四分 這樣 那麽 八寸四分 八寸三個是屬土 那麽多個土 那麽多 是啊 三個土 有沒有特別意思 沒有特別意思 這個是土 這個是土 坤一定是土 五是中 是土 五是一個中央土 中央土是 拿著所有旁邊的東西的意思 沒有它是不行的 這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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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 它本身 筋 本身是土 但是不要再說下去 這三個是屬於土 這個筋 這個筋 有什麽用 剛才說到 如果你 技術這個軌跡 這樣下來 這樣上去 然後這樣下去 分九格 中間開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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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頭 你技術這個軌跡 如果 那顆星是五的 就在中間 接著旁邊 接著這個軌跡 下一個軌跡 下一個軌跡 就是下一個步 就是六的 如果這個軌跡 開始就是二的時候 下一個顆 這個位置就是三 這樣 所以那個不是一定的 不是一定五 不是一定五 但是那個軌跡 一定是這樣 這個軌跡 也是不能問的 這個軌跡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個 天際的磁場 或者力場 令到所有的變化 就是循著這個軌跡 出現 所有都是這個變化裡面 這個就是規律 這是基本規律 這是什麼度來的 那是占卜 占卜不是 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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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數來的 占卜力無奧 你說過這些 是不是 那些就不是一個理學料 那些就是一種感應 不過你如果用金錢 這樣數 熬醬 跟著出現的就是素來的 就是理來的 就可以讀的 但是如果你是最早期的那些龜學上面 辣了那些文 你去理解 甚至乎現在符記 那些是感應 來的 就不同的 那些是另外一個文化來的 如果你說這些數 數所生分的理 就沒有變 不必然是這樣 因為中國人的聰明就是這裡 讀到這個軌跡出來 這個叫做梁天赤 這個梁天赤 就是那個天道 那個軌跡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所以 搞了這些 九個數字的基數出來 它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每一個代號都有很多意思 第一顆星 第二顆星 第三顆星 第四顆星 就是在這裡 講出來的 部份在這裡講出來的 六 七 這個 金來的 這個 金就是黑木 金黑木就是找財 這樣處理 可能是病後租 租劫 這樣 這樣處理 那168 就是 在紫白訣裏邊 就是一些吉慶的事出現 九就是吉慶的事 二就是病的事 五就是災難的事 我剛才說二五交交就是精悅 所以那些禽漏感全世界是不奇的 就是 我想問問 就是道家的思想和理論的問題 是否 就是有了地球 就是成了天地之後 出現人 就是很久之後才出現人類 人類有了思想之後 站在一個地球上面 看這些事物 想這些東西出來 那麼那道家有沒有試圖過的話 將自己比作紅在地上 站在另一個星球看地上的東西 或者在另一個角度看過來 有沒有這樣的思想和輪距 從另一個角度看過來 你覺得這個問題是沒有的 應該是沒有的 因為中國人喜歡這樣看出來的 先看近的東西 再看遠的東西 即是將自己比而在火星上 看回地球的事物和物體 沒有的 應該不是這樣的看事物的方法 應該不是的 全部 你無論科學那邊 或者是仁義上面的哲學上面的東西 都是由親近的東西開始 人家說道 修之於身其得乃真 修之家其得乃魚 修之鄉其得乃獎 修之國其得乃風 修之天下其得乃布 家國天下 那會不會跑去 現在都是這樣 是中國人又是這樣 就由近的時間開始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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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am 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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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宇宙 當然它由大宇宙的感應開始 發現自己的小宇宙都是一樣 開始有一個問題 但是應用一定是由那個基數 由近開始放大去看其他東西 但是你說觀宇宙的方法 我不知道以前有 我相信有了這堆基礎 然後才由這堆基礎來觀宇宙 我猜是這樣的 郭成馬里 如果是2在中間 那3、4是否就是西和金 例如說2在中間 3在中間 2在中間 3在中間 4在這裡 那是否屬於西和金 2在中間 3在西 3在西北 3就是西北 3、4在中間 3在中間 3、4它是不是都是西和金 4是西 不是金 不是金 3、4本身就是木 你飛去哪裏就是木 3本身就是木 沒有 就是軌跡 你只是說那個軌跡 即是這塊木飛到哪裏 飛到哪個方位那麼大 是找方位的 是找方位來講要做些甚麼 是找到方位的東西 例如文章是甚麼 讀書 讀書 你唱歌你就會成明星 是否要放在這桌上讀書 即是你讀書最好在文章讀書 你如果文章在這裏 就叫小孩在這裏讀書 如果你的小孩經常坐在病位 就叫他病 我不是叫你迷信 但理就是這樣的 基礎的基數的理 不過你不知道那個影響程度 是一個問題 我經常都批評那些術數佬 就是那個程度的影響有多大 即是你說你的年星月星日星 你的流星是影響得大過你那個大星 大限的星 這些你基礎要知道 知道了之後 你那個影響程度就有分別了 但影響程度有 如果影響你所有的 譬如100% 這麼多件事來影響一件事的話 你可能這個 這個一目 這個叫文章 你擺上很漂亮的東西 種棚花、臨盆水之類之類 你影響到這個小孩讀書 你可能就是影響到20%都未定的 你不可以說100%就一定 你考啟日不行的 這個程度 影響的程度是有一個 就是你如何去復得準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去那個 那個術數有高低水平的問題 不是這樣說的 即是等於我舉例 身份證你驗驗驗死了 一出生就死了 還站在那裡嗎 身份證你驗驗是死的 你不會很災難就死了 就是病死了 或者是被車死死了 這樣去解釋二和五的 混合的話 你一出生就拿出生子 這個號碼就死了 如果你說這樣 單項來批評這個 批命的話 你死定了 即是一條命 你可能一百件事來影響它 你可能你的術數 這件事 風水這件事是大 影響大 但是大得來 都不會是一百個百分針影響你的 你出生的年月日時 也影響你 你歐洲出生 香港出生 也影響你 那麼多李嘉誠 都是姓名學著的 李嘉誠是行的 李嘉誠三個音是行的 姓名學是行的 難道一百個百分針影響到這條命嗎 個個都李嘉誠 發達的那個李嘉誠 有些窮鬼李嘉誠 即是姓名學不是一定是一百個百分針影響到 那些完全影響一條命 等於你擺一四 擺梅花在那個文章位 叫小孩坐在那裏讀 死讀難讀都好 他考不到第一就看不得一 他考不到就考不到 DNA13出來 就是 就是 那你有限公司的 那你有限公司的 你讀也都是 考十名之內的 不未必就考第一 這樣 這樣解釋的 就是那個程度 又要讀出來 你讀不到這個程度 就不行了 所以一四有年的一四 有月的一四 有日的一四 你怎麼搞呢 所以一個高度行的術數 就是分別在這些地方 你學的 很容易學的 你學的 再問問 他這些 就是計出來的術數 就是他以前 道家或者道教 都不是很清楚 就是道家的思想 這樣計這些數出來 或者是甚麼 那他當然認得對 他會不會 會想一下自己 定了這個辦法 或者這個方式的數據出來 他會不會 最後會發台一些錯誤 或者錯誤的地方 就是如果以 給一個例來講 就是等於一個人 站在地球上面 觀看天象 他感覺到這個宇宙變化 或者太陽的星光 就是他有一個錯誤 以為太陽 是圍著地球走 因為你站在地球上 如果你反過來講 我站在九大行星之外 看回九大行星 哎呀 原來那九顆星是圍著太陽走的 不是說太陽圍著地球走 就是會不會他 因為站在某個地方 看的東西 其實是有錯誤 而他不知道 但是他已經數據定了出來 那他後期會不會有 自己再 或者研究 或者得到一些 西方和中國都是一樣的 不斷地改革的 你說的問題西方 很多事都出現了 對 某人斯坦都自己創自己 創到今天 霍金又創了某人斯坦 那不斷地有新的 新的發言 這個也是一個發言 這個是曹翁這樣 曹康智 現在又發現了這個圖的不足 他砌了一個叫做先天出來 復熙的 這樣補充這個解法 他又有自己本身的用途 就是我去讀的時候 我說 你兩個人說的 都是有對的 不過有不同的用法 我演繹的 所以 相對於這個來說 他都是一個 修正 都是修正 不斷修正 我猜術數裏面有很多要修正 基數就一定 但是 他都是用基數來修正這個圖 這個圖是後來 基數之後 他又修正 這個combination 14 14是文昌 你可以修正 可能18都可以 或者怎樣去修正 文昌都可以 這樣 這就是修正 怎樣148 14 14 即是怎樣148 我剛才說14文昌 我經常說文昌 但14是那些 148 不是148 即是 講回頭 那個理 14 就會代表什麼 25 就代表什麼 27 就代表什麼 16 就代表什麼 諸如此類 他是有一個 一件事 告訴你 聽聽的 就是從風水來說 經常都說風水 是風水 14就找出來 14就是 即是 你現在1在這裡 5 連運是5 5 連運是1 就是這個北方 好了 你站在北方 好了 你如果 中間就是連運 1 個月的顆星是1來的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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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1 2 3 4 8 8 9 1 1 2 8 8 9 1 2 4 8 9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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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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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星 日星 日星 有時辰星 有很多東西 如果飛了十顆星進入這個位置 一四只有兩顆 有八顆都不是一四 那個影響力不太大 就是這樣去解決問題 跟內丹有關 即是在甚麼時辰 甚麼方向 在何圖來說 我列出了一段說話 兩段說話 一段說話是來自五真編 五真編是三家相見的問題 三家相見就是上次我拍了一張筆記給你 五真編有一句說話就是三五一刀三個字 古今名者實言欺 東三難二同成五 一一西方四共之 無幾自歸身素五 三家相見結嬰兒 此之太一 含真戲 十月開圓入聖基 這首詞就是五真編 五真編是不宋張八端 很出名 教人打坐的一個很普遍的 現在是說 即是你玩練戲這個學問 你不讀五真編 未讀過五真編 你真是很打入閥 即是很普遍的一件事 你一定要讀它 五真編是很淺的 不過淺呢 它都說 古今名者實言器 很多人都不明白的 三個字很不明白的 三五一都三個字 三五 三五就是五五五五 三五就是五五五 就是三個字 它說這三個字 很多人都不明白 怎樣呢 就說東三難二同成五 東三 它是講樂書的 不是講這個 是學圖的 一二三四五 東三難二 這個是東來的 這個是藍來的 東三難二有一個五 接著就是筆一西方 筆一西四 筆西 這個又一個五 是吧 這個是樂書圖 不是 是何圖來的 冒幾自歸身數五 這個就是五 就是冒幾 三家相見結嬰兒 一家 兩家 加上這個 五就是三家 所以五五五就是三家 好 重點就是結嬰兒 就是三件事 加上就出現了嬰兒 嬰兒是一種 一種 隱緣 隱緣是什麼呢 隱緣一個單出現 一個單氣出現 是之太一含真氣 十月胎原入聖基 太一含真氣 真氣就是剛剛出現的那個 那個真氣 如果在傳統的講法 就叫真一之氣 這個真氣就在這裡出現 在這裡出現 這個真氣 就是怎樣出現呢 太一含真氣 就是太一 就是剛剛我們早戲 就是剛剛開始 就是由混亂開始 出現了那個真氣 真氣都是無形的戲 那怎樣出現呢 就是這三含五才出現 就是這裏 在河圖來說 這個三含五組合 才出現到 這個組合怎樣出現呢 就是這個五 無幾圖 就是在煉單來說 無幾圖 是一個二的說法 二呢 就是將你那個 四一金水 金水 和木火 金真水 就是木真火 作為一個開始的練習 你有水 有火 然後將水火 用二來交合 用二來交合 就三加結了 就是你有氣有贏 有下邊的腎呢 有個氣 怎樣氣呢 就由肺氣那裡開始 供養個腎 腎呢 腎水呢 腎水本身是先天 腎經過了一樣練習之後 變成後天 後天的功能 功能之中 就發現了一些叫做腎氣 就已經不是腎水了 腎水是先天的象象來的 腎氣是後天的作用來的 OK 這個要很明白才行 腎為何要不是水呢 為何要是氣呢 這個很明白才行 腎本身是 這個本質是熟水 但是呢 它後天的功能 是一個氣來的 好了 腎氣又有先天的氣 和後天的氣 腎氣好呢 你的身體強壯 你五藏六虎都是靠腎氣開始的 就是一個魔打開了 一個有形的氣來的 這個魔打是有形的氣 它也都有一個無形的氣 就叫做元氣 你有有形的氣 充分有形的氣 才可以講到一個元氣 一個無形的氣 經過你一個某種的修煉之後 這個腎呢 不單止有有形的氣 它現在講的就是 你這個無形的氣都出現了 這個叫做一個五 這個木就是生火 光氣就是入心氣 心本身的本質就是液來的 本質是液來的 後天的 不是 心本身本質是一個氣來的 氣來的 心是火來的 火本質是一個氣來的 它後天呢 所產生的就是液來的 在身體來說是心液 是後天的 好了 相對於這個腎氣和一個心液 液和氣交合 那就出現了一些叫 叫單 這個叫氣 這個叫真一 太穴真一氣 怎樣都好 真一這個概念呢 就是出著中裏單 就是出著中裏單裏的 真一之氣 那其實呢 就是講著上面那個心 出現了一個叫陽氣 它說著叫正陽之氣 好 好了 我講了那麼多名詞 就抹著它 這樣就很簡單 好 好 抹著它你才會明白的 如果你說得名詞越多 你就會不明白的 總之有個氣就出現 這個氣呢 就是真一之氣 這個氣就是氣 這個是無形的氣 無形的氣呢 就是經過這個 和這個 拉在一起 拉在一起 出現的這個 就出現這個 那你拉在一起 就是那件事 就需要一個意 就是用意識 把它拉在一起 這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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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真是刻意的意識 其實就是 是無意之意 無意之意 就是 不是刻意 是無為的 一個意識 好了 總之你需要一個意 拉在一起 這個叫做交構 交構了之後 就才會出現了 這個呢 我們現在講一個丹 丹田出現那個氣 那個是無形的氣 那就是 就是 講給你聽 三家相見 就出現了一個 你要練丹那個丹氣 所以龍虎就是 這個叫龍 這個叫虎 龍虎交構 龍虎交構 就是 水的基礎是金 火的基礎是木 金就是虎 木就是龍 交構 教學 這樣 這個就是 五真編教你 練丹的時候 他用一種 隱悔的 說話 來講 你怎麼去練他 你怎麼去練他 他就講了 就是 要三家相 才見到嬰兒 嬰兒那個就是丹 這個戲 那個講完你都不懂 第二篇呢 後面那篇呢 就是補充的 我就拿出來補充 張白端的另一篇呢 叫金翻四百字 金翻四百字 只有四百字 很精彩的 這四百字 最頭頭的四句說話 就是這四句說話 這四句說話 就是總結了整個四百字 就是 等於那裡非常明白 非常明白 他講完整個八十一章的道德經 一樣 很精彩 就是說 真土琴真緣 真緣 真緣 祭真空 緣空歸真土 身心直不動 真土琴真緣 真土就是這裏 琴真緣 真緣就是由金生水 即是你這個神 你用個土 你用個意 用個意識 即是要有意 那個意 用個意來去 拿這個神力出來 真緣 祭真空 這個真緣 就是祭真空 因為水是黑火的 水是黑火的 其實水呢 是供養氣上去心液那裏 但水本身也是黑火的 上次如果你明白 我雙生雙黑的五行 黑之中是有生的作用 也都是有反黑的作用 水本身是因為黑火 所以這個祭字 真緣祭真空 由水帶到火 由水帶到一些物質 去到火那裏 即是帶到心那裏 圓空歸真土 圓空 因為這個圓 這個叫空 圓令到空出現 圓又祭著空 圓空兩件東西出現 歸真土 都是因為這個土 令到圓和空在這裏搞作 這個搞作 這個圓空的搞作 為什麼會搞作呢 就是因為這個土 這個意思 身心直不動 直不動 即是你無遺 無遺的狀態 即是你好像在做一些事 又不是在做一些事 那個不是在做一些事 也叫做直不動 明白嗎 如果你明白我太極的意思 就是完全不做事 不是這樣說 直不動的意思 好像在做一些事 但不是在做一些事 就在說那個 好像在做一些事 的不是在做一些事 的狀態 這樣叫直不動 這樣呢 這樣就出現了 這樣就出現了 出現了那些 那些叫做這些東西 即那個單 這樣解 身心直不動 就出現了那個 那個 所謂金單四八字 那個大題目 金單 就出現了 真一之水正陽之氣 這個 這個 在內單裏面 很常用的字 不過怎樣都好 就是這個 仿仿忽忽忽 好像在做一些事 又不做一些事 那個不做一些事 那個情況下 就是出現了這個真氣 那這個就是教你練單 吳真編 另外一個教你練單 就是張三豐的大道歌 大道歌就是 劍已傳採真緣 採取鴻蒙未判線 若還來得後天氣 只是將他命卻然 以七時有真機 神舟請願當求之 發財兩用若求得 就好設施世長便 粉紅雲野雞色 純若桃珠呼此雪 聰明智慧性溫良 神光七珠發純黑 那這個就是 最主要的要注意就是 二七時有真機 二七時有真機的意思就是 二同七的出現 就有真機 真機就是 講他們各個的內單 出現了那個氣 真氣 那個叫真氣 真機就是 剛剛那個氣的初聞叫做機 亦是遲轉就是 知機那個機 初聞的時候叫做機 那個叫真機 真機 就是那個真氣初聞的時候 那為什麼在二七的時候 就有真機呢 就是二七就是 在河圖裏面 那個二七 一個申數 寫了 然後寫一個乘數 就是 這個六七八九 那二七就是這個 二七時有真機 二七就是南方這個火來的 這個是河圖裏面的二七 為什麼要用這個呢 就是因為 剛才我叫你不要想那個 什麼叫正陽之氣 什麼叫真一之水 其實呢 就是當你這個神氣 這個氣 這個氣字就這樣寫了 這個神氣 後天的氣 我通常用一個氣字 神氣向上的時候 令到這些心液 這些心液是 本來心液就是這樣運作 氣是這樣運作 氣是這樣運作 氣這樣不斷 你不認得你有生命 人體有生命是這樣運作 這個心 它的後 它的先天 本質 它的本質 是液的 不是 氣的 氣來的 是火來的 它本身是火的 它的後天是液來的 後天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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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這些這樣的造化之後 又剛好你在二七的時候 做這個造化的話 二七是河圖裡面的一個火數來的 這樣的時候 你這裡 這個叫做液 就會衍生了一些叫正陽之氣 這個氣字就相等於這個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二七時就有真機 二七這個火數救 就是火候救的 你就會有這個正陽之氣出現 其實這個氣就和這個氣是一樣的 這個正陽之氣 和這個下低這個無用的氣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又畫這裡 又畫這裡呢 是一樣的 神呢 是被人家利用的 是一個馬達來的 這個馬達一動了之後 它動了之後 有形之氣 一段時間之後 才會搞出一些無形之氣 剛才我這樣說 我沒有繼續說下去 都不叫你想下去 因為再想下去很複雜 你概念上面雲南不清晰 所以就更加影響你的想法 其實呢 你可以這樣想 這個馬達出了之後 這個馬達本身就沒有用的了 是被人家利用的 最主要呢 這個無形之氣呢 在這裡出現的 這個是先天是氣 後天是翼 但是再造化的時候呢 你就反本還原 就回到先天 那個叫做元氣 那那個元氣呢 就在這裡產生的 不過呢 你最初的感動呢 就是在下單面的感動 但是呢 那個位置在這裡出現的 就是二七那個位置 就是在火 火候相當充足的時候 就會有結斑出現 那這個是二七 那跟著有一段呢 就是黃庭愛景經呢 就說 黃庭曾仁依諸依關元 黃庭曾仁依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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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正氣微 浴池清水上身肥 寧根堅固腦不須 這個黃庭曾仁呢 依諸依 黃庭曾仁呢 就是這個單戲已經出現了 這個叫黃庭曾仁 就是講單戲這件事 這個單戲出現了 他是依諸依的 諸依就是紅色的衣 這個真仁就是穿著紅色的衣 即是說呢 這個戲呢 就是火來的 即是銅是火 離是屬離 屬火屬南方 這個單呢 是在這裏 在這裏 在離這裏 在心這裏出現 跟著呢 張三豐學太極衰 在免神聚氣論那裏 是說 意者神之事也 神氣既溝而太極之位定 其象既成其位既定 因溫化身而位 而位為七二之數 七二之數即是二七之數 二七之數即是七二之數 七二 就是那個河圖 那個先天火屬 火屬 叫你火候救呢 你就才可以 所以你打坐就夠功夫了 就出現了那個 那個單 那就是因溫化身的時候 因溫化身 即是你 混混混混 那時出現 一些那些叫做因溫 跟著一段呢 就是在張三豐的 《詠仙天頂》那裏講 二七誰家旅 微端彩色光 人皆貪愛慾 我看是親了 一點零光透 混身粉 汗香 撒是乾 乾我控 換骨作順陽 這個是二七誰家旅 誰家旅 誰家旅 旅是離旅 離旅 離的中旅 所以 這個是誰家旅 這個旅 這個是中旅 是離瓜 講的那個中旅 所以呢 離瓜就是這個心 這個心 先天火素 這個是離瓜 所以呢 這個二七的意思呢 就是在河圖裏面出現 這個離 這個心裏面出現了這個單氣 這個元氣 這個元氣 它互相對應呢 你發覺了二七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火素 是一個火素來的 這個就是河圖的應用 這個就是河圖的應用 跟著那個樂書 樂書的應用呢 就是在第七頁那裏呢 我就引了一段呢 就是又是五真篇那裏 五真篇就畫 第七段中間那裏 五真篇說 要知產藥村元柱 只在西南市本鄉 我們看到了 西南市本鄉 你在河圖裏面 講不到六多南西北 先天八卦 你又講不到東南西北 在後天的文王八卦 就講到東南西北了 這個 要知產藥村元柱的意思 就是說你產藥 那個藥 那個藥 這個單 在哪裏出現呢 這樣 在哪個位置出現呢 這樣 產藥村元柱這個單藥出現的地方 就是西南市本鄉 西南就是最基礎產生的地方 西南呢 就是這個 這個位置 西南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西南 這個藍 這個西 西南就是坤位 坤位這樣 就是告訴你 坤位就找到這件事了 坤位在哪裏呢 坤位就是覆 坤就是等於覆 覆就是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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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單田的意思 就是說 那些詩全部都是隱語 在那裏 在那裏講東 在那裏講西 有些隱語 有些語義 那你說 你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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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哪裏找到這件事呢 你說 這裏啦 這樣 所以你最初 你坐得來 你有些恩溫之氣的時候 你會感動 你感動 最初就是這裏感動的 西南就講了西南寺觀 就是這裏 接著有一段就是說 伊達坤位身成體 坤位 你這個小腹的地方 就是坤 仲在坤家 你這裏開始有感動 其實呢 你呢 就會推上去這裏 坤 即是深裏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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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最後的功夫呢 你來這裏之後 你就 吊 上去 叮噹 就玩完了 即是做完這個整體 已經是 很厲害了 叮噹 你完了 但是 你去這裏 天地之間 這個造化 最高就是這個 天地 這個 由坤 推到去上天 所以這個呢 這個層次呢 是中層次來的 最多都是中層次 中層次 你推到這個頂 現在相對於整個人來說 叫中丹田 中丹田 這個叫上丹田 你還要再推 推到這個泥院 叫上丹田 明天看那個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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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了 那這個 上丹田原來 很多東西也要講的 那第三個引子呢 就是中利權的破迷政道歌 好了 依時採取之老亂 片響之間 共甲根 只在西南產 坤衛 慢慢調和入近宮 你要知道那個火候 火候有老有亂 就是你 你剛剛出的時候呢 那個丹田很容易 噹的聲音不見了 你要坐久一點 你不斷地坐 你保持著它 這樣 那就是令到這個亂的丹田 不會走下去 但是呢 你要知道這個火候的 片響之間 共甲根 甲就是木 甲就是金 金木之間 我剛剛說 你這個三個五呢 有兩個五呢 除了一個二之外 這個五呢 就是這個 這個金和這個木 一個龍一個虎 交合的 就是一個最基礎的元素 水火的基礎元素 就是金木 金木 所以就是一個龍一個虎 那這兩件東西交合它 就是在片響之間 就是突然間 你錯錯了不知怎樣 突然間 就是那個時間呢 就將它混在一起 只在西南產坤衛 混在一起之後 你有所感動 感動就是這裡 西南坤衛也有所感動 那就開始這個故事了 那你呢 你開始呢 你要沐浴它 你要養存它 養存它 就是用 由這裡開始 就是用回那個八卦 那個筋呢 就在這裡 一邊這樣 養存它 那這個就不真 講怎麼可以打坐 那為什麼要引五震鞭呢 因為五震鞭是最好解的 最明 這些文字不是很深的 如果你引其他 就麻煩了 至於引參同契 就是 東漢那本參同契 萬古丹經文 那些字更深 更難解給你聽 引這些就簡單 這些文字很上口 很簡單 不過只是我們不明白的 就是一些方位啊 一些代號啊 金木水火土啊 接著有什麼龍啊 什麼虎啊 什麼金啊 有木啊 那些東西 不知道它代什麼 這樣就混不明白 那意思呢 但是文字就是最淺的了 五震鞭 那就是這個何圖樂書 在內丹的年功那裡呢 它是形容在那裡 那形容很多的 你不斷地看那些丹書 你一路一路由淺入深 那你會看到很多這些 不停地形容 那有時候講這件事 有時候講那樣東西 但是呢 可能是說同一個人 那有什麼可以討論的 我講完了 是不是算是內氣功啊 氣功呢 就是近二十幾年裡面的用語 用得多 道教呢 就是講練氣 道教本來將這個文化 就是這個修煉的功夫呢 就不是用氣功來講的 是用內丹來講的 因為呢 講來講去都是用個丹來講的 就是用丹氣來講的 那為什麼用丹這個字呢 就是相對於一個 金丹 外丹 來講它的內丹 但是本質就是練氣的 練氣的 練等那些氣呢 就是由有形的氣 開始練到無形的氣 由無形的氣 就叫做採到丹 這樣 這個是講的丹 這個丹呢 就是你不要吃粒金丹 你自己去練練練到粒丹出來 這樣 這樣來理解叫做內丹 那都是連氣來的 只不過呢 現在的人呢 就經常講氣功氣功 就被那些呢 特異功能師呢 就吹噓了 那你就懂 你所以才懂 叫氣功 我講內丹你就不懂 講氣功你就懂 就是因為他們 特異功能講給你聽 他那一套出神入化的東西 什麼意思 其實呢 他們可能連一本丹書都未讀過 真的啊 就是這樣 你又不明白 他又不明白 總之你不明白就好了 你不明白你不懂 他也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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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真編 他也未讀過 不要說寧寶吉法 他也未讀過 道教本身就是 這個修煉的傳統 和整個修煉的文化呢 全部都是講內丹的 都是練氣這件事 動的定 明白嗎 我們是要做到一個陀螺的那種定 你一個陀螺不轉 等了一張桌 它是靜 它是靜 你可以叫它是定 但是它是靜的 就是定 我不需要這件事 我不要這件事 我們練的呢 就要入定 就不是入靜 靜是沒有東西發生的陀螺 等了一張桌 永遠等了一張桌 就不會有什麼東西了 但是我們呢 一轉行的陀螺 它定了在這裡 有東西發生 你試一下 找一張紙 飛過來 拆開這張紙 是不是 它的能量就在那裡出現 我們要那個定 就不是那個靜 雖然那個定 都是可能在靜那裡開始 但是我們那個 那個功夫呢 不說這件事 小儀科呢 靜是甚麼就是靜 你靜給我看 靜給我看才做得到 靜給我看你做不到 靜的練習 那定的練習 不是用來的 是啊 你打太極拳 你可以打到一個定 打太極拳 不是叫你打慢 而是打它定 打一個定 打太極拳 打一個定 即是動也是定 他怎麼打到一個定 基本的定 可以把一個定 基本 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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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都是動 那你就打個定 就是你似動 它在動 你說它動嗎 我不動 不動 不動 最後都是動 那你就打個定 你似動 你打到它過了廣闊 就是會 是啊 你主要剛才說 那個陀螺 你轉到行 就是讓它看起來 是定 它在動 陀螺 是在動的 但是它是定 它是定 但是你看不到它 它是定的 好像靜 是啊 好像靜 真正 你就是不動 那陀螺 就靜 那陀螺 那陀螺 就靜 就等於你的地球 說天文 就最喜歡 就是地球在動 什麼時候靜 這個宇宙一開始 就動給我看 我和你都坐在那裡 坐在動的東西 裡面 我剛才說的 你站在地球 你就不知道它動 當你站在地球以外 看起來 你就會動 是 這個相對的意義 就永遠就是我們現在的 站在的 存在的 這個相對的意義 就是 動的 正都是 在一個相對的意義裡面 找個靜 其實你就是在動的 就是地球在動的 就是地球在動的 這個天文就已經動了 這個宇宙一開 就是動了 你未開才沒有東西 不知道什麼 你一開了 這個宇宙初開 你就動了 在動的 所以不會有真正的靜 如果假如的話 按照氣官員來單公那樣說 不從正入定 不定 我由正入定 由動來入定 除非動動來入定 我不是這樣 要必然由動來入定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打個定 你要打座打個定 打太極權打個定 就不要針對著一個靜去追求 這樣解 你打太極權要找個定 你打座也要找個定 打座在相對靜裡面要找個定 打太極權相對定 相對動裡面要找個定 這樣解 雙三峰經常說 你看回這個衰臉神罪氣論 他就是說 打太極權 你不去打座 你不懂得太極的 因為你不去靜 你不用靜去找定 你去理解那個定 你只是打太極權 那個動 你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打太極權 因為他的觀念就是定 他在靜座裡面 你才會有些叫做恩溫的感覺 你那個 當然他叫你打座的 其實就是叫你練單 練外單 就是張三峰 但是呢 在我們的修圍來說 在武術的修圍來說 你真的要打外 又要打內 打動又要打靜 然後才找回那個動 即是說 你打太極權 你不找回那個 你不打靜那邊 你就理解不了那個動 那邊的太極 等於你打一拳出來 我就要叫你打 不要打一拳就是一拳 你打一拳的不是一拳 你才打到一拳的一拳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 著重那個時辰 那個方位 應該是 來做那樣東西 即是要不留意 所以內單呢 就要時辰的 方位都不一定是 方位呢 你用來做參考 就是思想上的參考 時辰就一定的 時辰 一般最好是 看你練到哪個階段 你練 你練初階 中階 高階 都不同的 即是你 裡面出了什麼 做了什麼 之後 你就可能不同 你最後 你可能一天 二十四小時 你都在那裡坐著 都沒有 如果你初階 中階 最好就是掌握 陽 就是早上起 出來 陰 就在晚上 越來越陰沉 這個概念 你去打坐 當它陽 早上陽要出 你身體的陽氣 又很難出 我剛才說 你不是在自己的區間出 又很難出 你一出的時候 你要逼它出 晚上 你的陽氣很容易被 外面那一大陰氣 令你消散 你的陽氣 在陰位 那你要讓它 傳陽氣同 不要讓它消散 不要讓你的陽氣消散 那你就一早一晚 就要打坐 那你就保持那個氣液的循環 你的天地的長久就是這樣 而有天地的長久 循環不斷 你才有一個無形的氣的身法 那你就去到第二個功夫 第二個功夫就是 第二個功夫就是 你先去到一個骨 骨的骨的骨 骨的骨 骨的骨 就骨的骨 骨的骨 骨骨 在那裡 在晚上的骨骨 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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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它 令到陽氣壯大 而不是消失 這就是叫做骨骨 那就是叫做骨骨 那你就保持它 即是當你出了一個月的單後 出了一個單後 有一個骨骨和骨骨 是骨骨的骨骨 兩個骨骨 viewer 接著要練對掛要練木律 就要練鎮掛 即是說你鎮筋 早上鎮筋要練 接著晚上就要對拳要練 又加兩個小時加兩個小時 又加多四個小時 好了 你完成了 你要將你的中單田的單去放四支 還有你再坐下去下單田 然後再推上去中間 再上去 在這一段再落再上 還有再去四支那段時間 要看四時的變化 四時的變化有 金水木火 在你那個季節裏面 有些日子你要練的 要著意練某些東西 而看它的掛像 你那個春天練甚麼 春天練木 你可能早上要著意一點 但甚麼黑春天呢 甚麼黑木呢 金是黑木的 金黑木 你就不要在那個有時 或者在對時 對掛那裏 就練得那麼用力了 那這些呢 你就要看一個掛像 看看你的坐不坐 好了 又要看月亮 那個月亮呢 如果你 你 你從初一到初三呢 完全是沒有氣的 二十八二十九二三十 那些完全沒有氣的 你就不要坐 你就坐靜了 不要坐頂了 但是你起初三 之後去到初八呢 你都是有氣 但是練沒有用的氣 初八到二十三呢 有個半月到下半月呢 上半月和下半月呢 即是半月呢 上月和下月呢 有氣 這些氣是很好用的氣 那你就盡量去做了 在日頭來說呢 如果月亮是這樣的話 日頭就用力一點 去到十五十六呢 你的月滿的 你看看是否需要再練那個火候 或者你是不是有了一個單 如果有了單呢 就練火候 如果沒有單呢 就是這個早上 就是這個滿月的那個月 即是十五那裡練那個 日頭那個五時 五時的旺氣 陽氣最旺的時候 你這樣就要採陽 就是採這個單 就是令到它出現這個氣出來 有氣就不用了 你就看回你自己在哪裏坐 沒有氣就是這個 不要吃飯口了 中午沒有吃飯口 你坐吧 就整個氣出來 這樣 所以你看看你面的功夫去到哪裏 就是看時辰 時辰是很重要的 時辰是影響一個人的變化 我們就因為這個變化 來做回原本那樣東西 就是找回這些東西出來 就是逆談逆收養解 亦都是因為這個變化 你再做回本月出來 這樣 我想今晚都差不多了 今天時間已經過了 今天就是中集 明天最精彩的 這兩幅圖怎麼解釋呢 明天我們早上 我們再麻煩一下 袁博士再解釋 這兩幅圖怎麼解釋呢 這兩幅圖 一幅是修圈 一幅就是內經圖 這幅圖剛好轉 袁博士已經說了 有一些要修正的 要修正的 怎樣修正呢 或者大家暫時都看不明白 這幅圖 我都不明白 是吧 明天如果大家有時間的 希望大家10時 早上再來 好嗎 好的 請問下集